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今天的巫统大会 已经正式的通过了一个提案 就是这一届巫统的党选虽然有开打 但是最高的两个职位 也就是巫统的主席跟苏女主席 不需要开打 就是原来的主席跟苏女主席 也就是Zahid 还有这个东马 两个直接自动连任 不需要竞选 然后呢 今天呢 在巫统大会上呢 超过90%的代表 举手一致同意这个提案 你知道这是有几夸张的事情吗 这个就等于了巫统的中央代表里面呢 超过90% 是直接出面挺这个阿玛杰 出面的拥戴这个阿玛杰 继继继续作为他们的领导 所以你们明白了吗 像我昨天上的那个视频就是呢 巫统一致的力量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了咯 也明白他的来龙去脉咯 OK 我今天说一些比较新鲜的东西啦 好 今天呢 巫统大会通过的这个提案呢 也就已经是尘埃落定了 巫统党选虽然是照样进行 但是呢 阿玛杰已经 automatic是主席了 DOMARK automatic是属于主席了 所以已经没有变数了 大家也可以省下这个新来 不用再去踩车 习下木丁会不会挑战啊 开立挑战会不会赢啊 沙币要躲去哪里啊 你们不用再去想这东西啊 这个阿玛杰呢 就是稳稳继续作多 最少三年的巫统主席 OK 好 现在呢 我们来探讨一些东西 比较少人讲的 我通常我比较想讲一些 比较少人讲的东西啦 太多人讲的东西 我讲了也没有用啦 OK 好 现在呢 这一个阿玛杰 他党选已经正式过关了 我们会联想到的 就是阿玛杰过关的话 安华的政权也过关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只要阿玛杰继续作多 三年的巫统主席 国政主席 这样的话 国政这三十个国会员呢 就跟这个阿玛杰打死不走 然后阿玛杰又跟这个 安华打死不走 所以呢 安华呢 再怎么样呢 他这三十个国员都是肯定不会跑的了 所以呢 安华的政权是稳稳 现在要考量了是有没有一百四二八票罢了 基本上一百四二八票也已经通过验证了 是有的 暂时还没有失去 OK 现在我们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 安华跟这个阿玛杰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忧虑呢 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会导致这个阿玛杰跟安华翻车呢 其实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就是呢 阿玛杰虽然过了党选这一关 但是他还有第二关 大家不要忘记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但是我没有忘记 他还有第二关 这个第二关呢 就是呢 他的官司还没有完的 我从头到尾 我都必须要强调 阿玛杰虽的官司呢 跟他今天在政治上的所有地位 职位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我给他做到首相都好 他的官司还是要照样走了 我们马来西亚已经有前首相进监牢 敦的记录 所以在马来西亚是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可能的 你们要记得 你要说明天 阿玛杰虽名成立 进去他这样陪安华 我是一点都不意外的 我跟你讲 是可以发生的 我只能很客观的告诉你是可以发生的 没有人说不可以发生的 所以我在这里 我就很大声的跟你讲 安华跟阿玛杰虽的官还没有过完 就是阿玛杰虽的官司将会怎样 我们必须要永远保留一个可能性 就是呢 阿玛杰虽如果官司不过官的话 接下来会怎样 这里我跟你讲 你放心 阿玛杰虽一个人会出事罢了 安华那边不会出事 怎么说呢 因为安华有下落一个保险 你们要记得 今天呢 这个 巫统大会所通过的提案 是 巫统的主席 跟属里主席 这两个职位 不要开打 不是一个职位 是两个职位 每个人只看阿玛杰虽的主席 很少人去看那个老二 东妈 他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你知道吗 怎样关键呢 现在我们已经确认了 阿玛杰虽跟东妈 是肯定参联老大老二的了 这样的话呢 如果阿玛杰虽半路 他的官司有冬瓜豆腐的话 他要进去里面蹲的话 这样的话呢 会发生什么情况 你可能会想象 可能阿玛杰虽会发了杂 带30个一元出走 不过他应该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呢 他如果真的是罪名成立 已经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呢 我相信那时候呢 他的那个国会业资格 还有巫统主席的资格 还有国阵主席的资格 会当场被取消掉 到时候呢 就会由巫统跟国阵的老二 也就是东妈 自动的升级成为 带主席 所以呢 我就告诉你 如果这个阿玛杰虽 真的是因为官司出事情的话 还有这个东妈 做带主席 然后呢 这30个一元呢 的决定权呢 就会跑去这个东妈的手上 而这个东妈呢 他现在做着国防部长 他现在也成为这个安华的好伙伴 然后呢 大家也知道 在这一次的巫统大会呢 东妈呢 是公开的在巫统大会上呢 立了很多投名状 怎样讲立了投名状 就是他已经公开的说 我们巫统为什么要选择西蒙 而不是选择国盟 以前呢 我们是污秽行动党 怎样怎样啊 现在呢 我们不能再骂行动党了 我们要打青年牌 他已经说了这一系列的话 这些都是立了稳稳的投名状 你知道吗 他已经是 没有可能半路 去报国盟了 你知道吗 而且也没有必要 他做着国防部长 如果阿玛扎伊倒台的话 他马上升级 做这个副首相 然后顺便拿 买他的那个乡村发展部长 他为什么要不过去报国盟 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很客观的相信 东妈呢 也是跟这个安华打死不走了 所以如果阿玛扎伊的官司 出什么东瓜豆腐的话 东妈自动成为这个国政代主席 自动的 拿掉这30个国会议员的 这个代表权 这时候呢 依然还是属于安华的 所以我就说 如果阿玛扎伊出事情的话呢 还有一个东妈顶着 所以你说东妈是不是很关键 虽然很多人忽略掉他了 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好 安华都很难倒 我再次的告诉你们 你们听我这样解释 这样分析 你们是不是认为 安华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弄个倒台的 这个时候 除非来到一个类似西莱登事件这样 但是现在有反调查法了 西莱登事件也不可能了 我说的西莱登事件就好像是当初 慕尤丁跟阿斯敏是原来从西蒙那边 带了一大半国会员出走 除非你现在 你安华的西蒙也是有一大半西蒙的员出走 但是是不可能 因为有反调查法嘛 所以算来算去 我真的是想不到任何可能性了 所以说到这里呢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安华 安华呢 他如果不搞政治的话呢 我觉得他去做保险佬最好 他的保险超稳超强的 笑话了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